落实工资管理制度 深化内外收入分配改革 为强化所出资企业工资总额管理 规范国有企业内外收入分配 促进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全州市国资委于2020年9月 出台的所出资企业工资总额管理规定 及其实施细则 一年多晚 工资管理规定及实施细则 在规范企业工资管理 引导企业挖掘潜力提高经济效益 引进高层次管理人才发挥的较明显作用 强化工资效益联动 机器构建由工资效益联动 效率对标调节和工资水平调控等 共同组成 协调运转的工资总额决定机制 合理确定企业工资总额 根据工资管理规定及实施细则 批付企业工资预算 要求企业跟踪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完成进度 合理控制工资总额和发放进度 实行分级分类管理 为更精准调控各类型企业工资额度 在核定工资总额时 根据全属企业规类 分板块分别核定 根据企业功能性质定位 和行业特点不同 分别设置不同的联动指标 坚持效益导向 实现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同向联动 能增能减 未有利于引进人才 对引进特殊 高层次人才 职业经理人等特殊事项 实行工资单列管理 不受调控幅度限制 对工程施工项目 装卸作业 交通运输车辆 工程勘探 设计测绘等一线人员 其工资与作业量直接挂钩 采用工资和营收挂钩 把全属企业工资总额 二次分配权限下放给所出资企业 有利于企业进行二次整合 和产业结构调整 督促所出资企业 建立健全工资管理制度 引导全属企业规范 和完善内部收入分配制度 并通过加大日常调研和督促检查力度 确保制度落地见效 将企业工资总额管理 纳入出资人监督检查工作范围 与审计 巡查等工作形成合力 并建立动态监控预警机制 届时保证监管到位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下阶段全州市国资委 将针对工资管理执行中存在问题 进一步完善工资实施细则 使制度既符合上级精神 同时更切合所出资企业实际情况 从而更好调动广大企业积极性 将业绩升 薪酬升 业绩降